今天講一下昨天好像開那個政治獻金,反應好像避免潮不寒暗,熱烈有支持 那就是謝謝大家的支持,其實我跟你講,大家的支持我們覺得壓力更重,因為好像就負起更大責任,我們會努力 我還問我們不是5月26日才開記者會才上些嗎?怎麼會突然跑出來 應該是5月26日我們才開正式記者會跟大家宣布,因為我這幾天都在南部 國民黨接下來的政策是情緒勒索民眾黨這個部分,主席你怎麼看? 這個我們何必去評論一個名嘴的話,就是這樣啦,這個還有8個月,不要每天只有選舉,應該還有其他事可以做 好,謝謝總統請的部分 來,我們再一題就好了 他說你蠻有情有意的,那個時候他在對 不是啦,我覺得是這樣啦,我們是希望每個人可以變好 其實當時我的思慮很簡單,因為台北市在依化的確做得相當沉浸 你要知道我們台北,我在離市任的時候,台北市政府的公文99.7%是電子公文 我們只剩下那個政風處的密件還有人事令,其他全部都依化 當然台北市政府依化成績很好,我們就希望說能夠到讓其他縣市也可以學習 其實動機很簡單嘛,就是說,可是當時每個人在講說我們要什麼跟黑道掛鍋幹什麼 我就覺得,為什麼一開始要把人家貼標籤說人家是壞人 他30年前做的事,你問說,如果這樣我們這個社會根本就不要有根本人學會 所以我覺得不要隨便跟人家貼標籤 我們重點是要鼓勵每個人向善,往好的方向進步 我當時是這個態度 所以我也很樂意去跟他談這個政府依化的問題 其實我還帶,因為我沒有太多時間陪他,我叫他去看南門市場 我一直對南門市場非常的驕傲,全台灣最乾淨的市場 就是這樣,故事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,OK